中華的莊先生 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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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先生你好 你們台東來賓大家好 你好 我是我當中華人 我跟中華人 我出事就伴在台中 是 我對政治 我是四年級的人 我對政治我非常了解 但是我實在不管 我對這個媽英九 我在台北我做我也做的生理 我生理做得不得 我們這裡人民大家看得出來 媽英九所做的事情 讓我們這裡人民大家失望 因為台北市長做了四年 他都沒有做好事情 我們就看 說話又不說 什麼話又跟我說 他對我們這裡人民 這幾乎都一直騙 一直騙 讓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人民 我們這裡人 我們這裡人 我們這裡人家 我們這裡人家 我們這裡聽不懂 這是八點 第二點 因為他沒有主席做總統 他跟馬蕭 我們說一句話 我們說馬蕭的 上天他自己說幾句話 這個蕭的說要出山 他自己說的 我們是說一個小的 我是建議民進黨 如果要贏 就要 那個越地欄出門 這個越地欄出門 我們台灣人 每天都出門 這個小的車 這個車都到達 現在我們台灣全都倒 這樣齁 在那裡做的 好 莊先生感謝 後來羅東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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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來賓 我要請問你們一個問題 請問 那個虎視出魚甲 鮭魚迴於獨中 持乎之過魚 顏守者難持其過 今天在副下這件事 一定要徹查 為什麼他有特權 他在指責道見面 他自己有什麼樣子 再來 我曾經有兩個特別來賓 我有聽到他們 說大發新聞都在 這個屬實 其實 屬實說 我曾經聽到 有人在 民進黨 第2、2、3、3 很多台灣人 還有 說阿兵和東山都沒了 很好笑 笑死人 再來 我有一個建議 我曾經也把連方向提議過 就是說 整個節目 都把去年 紅山之亂 紅草之亂 把他們稱為 紅山軍 我想他們不夠格 他們不夠主權 做紅山軍 他們只是一群 機械的毛蝦 到處橫行 到處流竄 一群為何之中而已 謝謝 謝謝 高雄謝先生 謝謝你 陳大哥你好 謝謝你好 我是森綠選民 我們剛剛討論一個話題 我大概知道那個鄭大哥意思 您說那個 就是我聽他們藍軍在討論 說為什麼不認定馬英九貪污 因為他們藍軍在網路上也有 他們會拿那個 之前什麼台南縣市 一個 就是首長特別費用 他們拿這個例子來 替馬英九做冠冕 你說這樣子 那台南那個縣市長 既然法律是清白的 那馬英九也算清白 他們是這樣講 那待會可以請來賓 來破除他們這個迷思 還有那個第二點 是 我認為那個聯合國 我們現在被打壓得很嚴重 所以用哪一種名字 好像都沒辦法參加 所以公投是不是就不用花這個錢了 就這樣子謝謝 好謝謝謝先生 公投是不是不要花那個錢 我覺得我也尊重你的意見 可是贊成用公投加入聯合國都超過一半 所以這就是民主的什麼 民主的尊重2300萬人多所謂意見 大概是這樣 至於他們不認定馬英九貪污 那你可不可以講律應 律應也不認定陳水扁貪污 那怎麼辦 台灣還是得交給司法不是嗎 來嘉義的廖先生 廖先生你好廖先生 廖先生你好 廖先生你好 講到司法 老是大是台灣人不可留守 差不多了 他總你這個 好官大好無事 有心中 膽怒用鐵 要帶他命中 你不要聽不到他 他要去幫助搞官大方的家 司法的公投在哪裡 司法的公關在哪裡 司法的公關在哪裡 總共是中國人的是情緒 我說最近一個民進黨的生存 全國總代表 他把他拿兩年條款 後面是孫總統 這樣而已 幾年六月 他穿你大漂亮 牽成這樣 他直接要來玩而已 說 你要貼完什麼 你會做全國當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